132 文匯報 嘉湖業主炒 I 古賣樓田新居屋添塔訂豪宅劈價一成 2015年7月9日要問A04 股災衝擊波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蘇鴻昌 雖然中央傾力出招救市 不過昨天仍未能力玩狂難 更而有緊貼國家隊入市的古民當堂選手爛腳 天水維嘉湖山莊一名登其成做三安的業主 稱自己日前在古市失利 誰急急放盤求套現 與此同時豪宅、屍樓分出現劈價個案 早前推售的新居屋昨天在添塔訂 唱好多日的樓市趙燃龍上一埋 古災一詞對業主有為敏感 對於有孩貨重鎮之稱的天水維嘉湖山莊更是點滴在心頭 昨天有代理指出 該屋苑美湖居一個高層單位業主稱 早前在股市投資室來選手近百萬元 故急於將單位放售 該單位實用面積約540方尺 目前開價455萬元 然而據中銀網上股價顯示 該單位股值近442萬元 以叫價型高股價約百分之三 股市高峰新造三岸土地註冊處資料顯示 該單位業主自今年初 將單位多次向四間財務公司造案 最上一次是於上月16日新造三岸 當時正值外地股市創新高之後 場外配支盤剛剛開始爆煲 湖中指當日收報4887點 以當日次收報26566點計 至昨日港股下錯約11.5% 早前出售的新居屋昨天錄得第二宗塔定個案 房委會資料顯示 元朗上翠遠C座35樓2實為實用 面積439方尺的兩房戶 定價約277萬餘元 昨天撤銷買賣協議 躺買加200表買入計算 調選室定金如27萬元 與此同時 豪宅業主出現劈價套現個案 中原地產周遙堂透露 西半山因榮角高層C室 實用面積約960方尺 業主於4月時方盤 叫價2450萬元 最終以2150萬元將單位連車位逆手 類減如1乘即300萬元 折核尺價22396元 至於大埔康樂園亦錄得劈價成交 中原地產張家俊子 該屋園7階單號屋 實用面積2520方尺 業主最初叫價4200萬元 放盤近半年後最新以3680萬元 沽貨 類減達12% 造價譯交同類型單位低近8% 二手樓以價空間增二手業主的劈價 但亦不枉多樣 中原地產馮子豐表示 沙田中心唐寧大廈中低層 實用面積297方尺 業主原先叫價490萬元 及至昨天股災減至440萬元 減幅達10% 逢是續指 區內業主普遍有5%左右以價空間 較上升期有所提升 黃大先年崇山有業主趁營再高位平手離場 李家國雄朝極表示 該屋苑一座中層 C實身近翼手 實用面積764方尺 原業主開價1300萬元 經雙方以價3.8%後中以1250萬元成交 折核尺價約16361元 原業主於2012年斥之1151.4萬購入物業 禁返轉售賬面僅升值約9%